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 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 一把吉他一台电风扇就能开演唱会的500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场之王 甚至只要起个头就有万间粉丝唱给他听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那就是给别人写歌作曲 而且各种风格都能信手拈来 今天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500这些年为别人写过的歌 《突然的自我》这首经典之作 其实最初是导演徐克 找来500为电影散打做的处题曲 而且两人联手写下的这首歌 最早还是给歌手黄小虎演唱 奈何对方怎么唱都不和 之后拿回来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才彻底把这首歌唱红 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500才是原唱 在台上那段经典的独白更是让网友们调侃到 千万不要喝500喝酒 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劝你喝几杯 天王刘德华唯一唱过的一首闽南语歌曲 《世界第一》等其实也是由500作曲 只是他并没有能让这首歌活起来 后来还成为电影黑金的主题曲 而作为主演的刘德华在演唱会上 没想到却把这首歌给唱红了 真的是无心插流流成一 看来机缘也是很重要的 后来刘德华便从500手里 把这首歌买了过来 成为自己的经典代表作 据说刘德华靠这首歌 还赚了差不多两个亿 可以说世界第一等将刘德华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十八抽 两个亿 三五五四买来道顶 哪买说我说情 我是世界第一等 是烟风 是祝点 好夯我买来三顶 走走走走音 有情有意好娘 同样的那首《孤星泪》也是五百创作 由刘德华演唱的作品 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 所有你的事实都被我看见 让我温暖你的脸 不要再和他见面 五百曾经说过帮别人写歌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当给别人写歌时 还会把自己想象成就是对方本人 所以他军手的歌曲不仅有灵魂 还非常适合对方的风格 就像他给张学友谱的曲子 《如果这都不算爱》 就与歌神的风格非常契合 这首歌把痴情人生爱一个人的心态 刻画得动人心扉 唱出了痴情男女心底的声音 后来还被许多人翻唱过 五百也曾在演唱会上翻唱过这首歌 谢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的活该 如果这都不算爱 我有什么好悲哀 你要的是宠爱 不是谁的爱 不要看外表粗犷的五百 其实内心也是很温柔的 比如那些给女歌手们写的情歌 苏惠伦的《被动》 为莫文威量身定制的一朵金花 甚至天后王妃都向五百邀了两首歌 分别是《单行道》和《两个人的圣经》 还有一首《我不是天使》 更是让纳音在华语歌坛的声势更上一层楼 而那首《我会好好的》 则是五百在当时看到被称为甜心教主的王心灵失恋的消息后 为他量身定制写下的一首歌曲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 是爱情的有情的都可以 那是我心中的幸福 我知道它苦苦的 除此之外 为周华健创作的《痛哭的人》这首歌 似乎五百在演唱会上翻唱的版本更受欢迎 毕竟它那潇洒的趣致不是谁都能模仿的 我怎么哭得如此狼狈 是否我还期待你的出现 无法再相信你 相信我自己 浮现而荒诞的我 痛哭的人 虽然五百已经有这一身的才华 但也有受挫的时候 比如那首经典的《浪人情歌》 原本就是写给别人的 却可惜被退稿了 还有《你是我的花朵》这首歌 起初是为了吞死量身定做的 然而却被对方以曲风不符而拒绝了 看到如此清醒 又不想浪费一首好歌的五百 一气之下便拿回来改编一下自己唱 结果没想到竟然火出了新的高度 那段花朵舞更是在网上造成了巨大的轰豆 而有意思的是 这段舞蹈其实只是它寄信自创的 五百没有超高的颜值 但它拥有一身无处安放的才华 为别人创作的歌曲也远远不止这些 而那些歌曲在今天也是不朽的经典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